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后我们可以集中放在上面 好像这个位置来说 当然你先放好它 放好形态 然后你逐支入 像这些这样 放在这个形态之后 你可以逐支框 插进去 大家见到 已经将这些水烟槽 这五支 我们放好它 有这样的形态 先铺少少的叶 我今天都是用这一只八角金盘 留意我们主要集中在前面 在前面抛出来 不需要向左右 好像这些形来说 不要分左右 尽量集中在前面 你可以拿几块 拿几块 像这些位置 已经足够了 这样 就可以了 整支铁铉草 将头的部分 剪掉它 因为比较远一点 我们放过来之后 将这些多余的部分 我们穿过去 穿过去 好了 这一样 我们可以斜斜地 在这些位置 因为居然有很多洞 所以很容易 你可以穿过去 这些位置 可以做一些线条 就好 接下来 我们放今天这些花 我们用这些白盒 把这些白盒 把这些白盒 剪大约11寸 10寸 11寸 都可以了 里面这些位置 也可以这样摆 你可以在后面这些位置 也可以加多一点 加多一角都可以 先这些位置 補一点叶 后面这些位置 旁边这些位置 都要加 这些大块很好用 可以后面做一些背景 一般来说 这个时候要先加少许叶 然后我们会用这一种 绿烛球 很漂亮 你可以先把花剪出来 我们就集中在底部 在这些白盒之间 加一些这样 里面也可以加的 好像这些 左边这边 你预计它 差不多了 都一样是 10寸 11寸 这样 在左边 不需要太长 像这些位置 这样 集中在左边 抛出来 这样抛出来 在这些位置 今天这个作品来说 我们主要用到这个垂烟草 让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怎样用垂烟草 垂烟草来说 你除了直摆之外 你一天就 九十度这样 倒下来 好像钓鱼 垂 这样 如果不然 你斜摆就不好看了 另外 我们今天 复杂少少 我们会加了这些铁线草 在中间 做回少少的线条 的一个 就是 crossover 这样